嗨各位 我是金穿衣 宮崎駿大師 睽違十年的最新作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台藝倉路與少年 終於上映啦 講到宮崎駿跟吉卜力 我覺得認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話題 因為很少有導演能和宮崎駿一樣 在還在世的時候就擁有如此高的地位 吉卜力是日本國寶節品牌 日本到處都是博物館跟禮品店 鬼滅之刃還得跟海賊王幾間 宮崎駿幾乎全部的作品都在人類的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我隨便舉例什麼風之谷一切的起點 龍貓 日本最有名的吉祥物之一 天空之城 史詩級別的推特毀滅兵器 神隱少女廢話 他們唯一獲得奧斯卡獎的日本動畫 霍爾動漫史上最著名的一大男神 等等等等 就太扯了一般人一生照理說不能獨佔這麼多個歷史創局吧 但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宮崎駿 這個名字本身就擁有你我都難以估量的重量 可是問題來了 自從風起以後已經過了10年 這段期間後人不是沒有試圖去延續吉卜力的品牌 但...就是全部都不怎麼成功 後續的來者 新海城的你的名字 少年Jump的無限列車 共同勾出了我們這一個世代動畫電影的新版圖 而這上面到底還有沒有宮崎駿的位子 這是我非常想在蒼鹿與少年這部電影中看到的啊 然而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次他們竟然玩了一個前無古人的花招 上映前無預告 無宣傳 就連劇情在演啥通通不告訴你 就是一張海報 跟一個日期 反正上映你去看就對了 哇 這就真的很屌了 你知道前幾年佛系圈圈這個梗不是很有名嗎 但這終究是一個梗不會有人真的去做 想不到宮老爺是第一個真這麼幹的 誒 是啦 備注 我知道我們海外觀眾 因為晚上已經不是完全的零宣傳 可那個情報還是少得可憐嘛 OK 那到底蒼鹿與少年是怎麼樣的一部電影 我們現在就來了解一下吧 如果你喜歡這類動漫文化相關的節目 恨請使用超級感謝 請穿越的IGFollow也麻煩大家啦 好 321 我們開始之前 要感謝Boo Quaker贊助本期節目 10月新翻開播了 代表可能會有一大波作品 你有興趣看它的原作之道後續的發展 現在Boo Quaker 2023秋季新翻的優惠活動 從10月3號一路半到10月23號 任何秋季新翻的原作呢 都想其九折起的折扣 大家也可以參考我 Ian還有缺可美特各自推薦的三部作品 在活動期間購買重磅首播清單內的書籍 像福利連戀奈光譜相隔離啦 滿額就會送活動限定的電子書架 一不小心買太多怎麼辦 沒關係 用僅傳以粉絲的100元專屬優惠券 最後還有一項大優惠 就是雙十連假的特別活動 10月7號到10月11號 買以下商品就想最低領券下殺 五九折的優惠哦 欸照理說影片講到這裡齁 應該是我要來減速一下劇情大綱的環節 但是這部片沒有釋出任何劇情的詳細 代表我不管說什麼都會是劇透 只能從唯一釋出的預告中判斷說 欸這可能是一個發生在二戰的故事 攻擊軍版的營火蟲之木混上神影少女 然後有一隻鳥 所以接下來我會用非常旁敲側擊的方式 來想辦法傳達這次一部怎麼樣的電影啦 首先要問我的話 《蒼鹿與少年》我覺得可以算是屬於 宮崎駿的《愛麗絲夢遊仙境》 是講一個少年到一個神秘的國度 展開一趟和家人有關的冒險這樣 就其實《神影少女》也是差不多的感覺齁 電影的前一個小時是演主角在真實世界的生活 後一個小時是進入奇幻世界的旅程 進去出來之後看主角獲得了什麼樣的成長 這類典型的預言故事型的敘事方式 只能說是Classic宮崎駿 這部片當然也不是什麼爆米花店 怎麼可能是 應該說吉普利從來沒有拍過一部片 是有好好遵守過大眾習慣的三幕劇結構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去了解過 就是這部片在日本評價還蠻兩極的 大多數人的心得都是想說 啊這就是宮崎駿腦中的事件嗎 痾有點看不懂 說重一點的可能還會說電影超級無聊 不過前半就有一股很強烈想要走出去的衝動之類之類 這其實我不是不能夠理解的 畢竟你們要知道這部電影我記得差不多是6年前吧 就已經是要拍的 只是後面林木敏夫給出的情報都是說 噢進度還非常的前面 從這你就大概可以感受到說 這部片真的90%都是出自公老爺一個人的創作欲 而像這樣完全由導演一人自由揮灑出來的故事 光是能通順我覺得就已經是奇蹟了 這我猜也是蠻多人說跟不上 或者將本片形容為公老爺的腦中世界的主要原因 苍鹿與少年我覺得是很高深沒錯 但你要說無聊嗎?絕對也不會到無聊 對 這部片你在看的時候 很容易會覺得好像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接在一起發生 中間的連貫性很低 有很多稀奇古外設定被介紹出來 卻都不知道是要幹嘛 越看越不懂然後就越來越想睡 然而我覺得這裡就是宮崎駿的功力準備發揮出來的地方了 因為這個男人最擅長的就是打造一個又一個讓人們想像力實成的世界 我們從作畫開始講好了 這一部的畫面就是原汁原味的吉卜力 十年前十年後始終如一 那個樸素的手繪感 那個鬥大的水珠有沒有 還有那個阿嬤 話說這七個小阿嬤是真的很可愛喔 很像白雪公主裡面的七個小矮人私心本片MVP 可是在此之上畫面卻還是飽含著宮崎駿一貫的對於現實的細膩觀察 我不確定各位是怎麼講的啦 但從以前到現在 我看吉卜力的片子最印象深刻的 從來都不是什麼戰爭阿打鬥阿這樣的大場面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很微小的角色在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類似這樣的場景 到了倉路與少年這點同樣沒有改變 上下人力車時那個極度細膩的重心變換 主角他走在河畔草原邊的時候 你可以清楚感受到地板的泥泥 還有我最喜歡的就是主角在手作弓箭時的場景 細節爆炸又充滿了手工的智慧 這些東西對劇情都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單純看了就是很療癒 會讓你彷彿更置身於那個大螢幕內的世界 到後面進入奇幻世界的時候那更是厲害了 各種想像力爆發的景象還有超可愛的吉祥物 欸對 你們還記得龍貓有一群黑鴨鴨的 像是小灰塵的東西嗎 這一座有一大坨白白很像角落生物的 反正很可愛的生物 對我來說吉卜力的電影就是現代的安徒生格林童話 而既然是童話那你看他就真的不是為了理解他 那是你長大之後回頭看一些解析在做的事情 你純粹是享受那種進入一個異想天開的夢中國度那樣的感覺 要去校正裡面每一個設定每一個人物的行為邏輯不是不行 因為隱晦歸隱晦那些對話就有提供足夠線索供你考察 總之我想要表達是看蒼鹿與少年這種電影 你最需要的就是把自己投身於那一個最純粹的奇想當中 你看完了再來思考電影最後面想要傳達的是什麼也不值嗎 我想很多現在收看這部點評的觀眾朋友啦 吉卜力可能都是你童年回憶中的一部分 不論大還小 我還記得小時候我爸車上有裝一塊螢幕可以放DVD 而我跟我弟每一次坐車就一定會吵著要看紅豬 這電影我起碼看了不下兩百次吧 天空之城我那個世代的小朋友你上音樂課 絕對絕對有練過的首歌的質地譜 我記憶中家人第一次帶我去電影院桃園的台帽影城 看的電影就是霍爾的移動城堡 前面講了一堆啊 聽起來好像我就是攻擊院的瘋狂粉絲還怎樣 但我忘記我以前有沒有講過 就是其實你要問我的話 我會說我是吉卜力粉這沒話說 但是宮崎駿的電影能排進我前五的只有一部吧 魔女宅集片 對因為影片要結束了我才敢講啊 我對宮崎駿就是普通喜歡 我一直都比較喜歡高電薰還其他導演的電影 貓的報恩 評審梨 艾莉蒂這些 只是這不表示我就不敬仰這位基本上是創造了後世動畫產業半片江山的大師嗎 在片尾名單的最後 米金玄師 對米金玄師的歌唱完當下 我看到導演腳本宮崎駿這幾個字卷上來的瞬間 我真的沒有辦法不起雞皮疙瘩 這個瞬間我就像是做了一場夢一樣 我彷彿穿越回到了那個吉卜力還統治票房的年代 理所當然的看了一部宮崎駿的片子 然後銀天的燈亮起 我想著天啊 我真的見證了宮崎駿的新作品 很多人說宮崎駿拍蒼鹿與少年過於自我沒有顧及觀眾的感受 但我的想法比較不一樣 對我來說 其實幽靈公主後的宮崎駿拍的一直都比較類似藝術片 比起理解你更得感受它 而那個程度也是竹片增加 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玻牛啦 知道老爺本來的席影之作風喜已經來到了一個高點 包含起用安野秀明飾演主角就可以感受到這就是屬於宮崎駿的電影 要不要跟上那是你家的事 蒼鹿與少年其實也還是在這條延長線上 最最大的原因我認為啦 真的是因為宮崎駿他早就沒有必要向誰證明什麼了 也就只有這樣的他能夠推出一部零宣傳零情報 劇情也不知道在宮三小的電影結果還賣出了70億日幣的票房 這個70億我覺得後面還會長啦 就是宮崎駿這個名字他所值的價值 好那我真的在完全沒有提劇情在演殺的情況下講了快10分鐘後 接下來是劇透時間啦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做這部的劇情解析 所以我想說就在最後分享一下我看完蒼鹿與少年後 我覺得宮老爺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啦 還沒有看過電影的我就在這裡等你啊 看完之後再回來找我繼續講 OK 其實有很多考察都有提到 蒼鹿與少年有很大程度是宮崎駿自傳信使的一部片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線索是主角父親跟他們家族的職業 是造戰鬥機的零件的 還有母親病弱這個設定 就連在二戰時期舉家搬到鄉下 這宮老爺小時候也實際發生過 縱冠整部電影的主題是惡意 從主角真人對繼母抱持的反感到後面延伸到現實的戰爭啊 還有地下世界那混亂的局勢啊都是 電影最後的抉擇很像那個巧克力冒險工廠 主角大舊公說希望你能繼承我來經營這個世界 把他變成一個沒有任何惡意的地方 桌上塔準備了一組新的不帶惡意的積木有沒有 有一句台詞是說這裡有13塊 你記得要每三天疊一個 這裡有人推測說可能是在暗喻攻擊券大約每三年一座的間隔吼 嗯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是覺得有點牽強啦 但反正主角經過了前面的一段冒險 他意會到了與人為善的真諦也接受了後母成功揮別母親的死 他就跟大舊公說我頭上的傷是我自己弄的 代表我心中也存在著惡意 這我認為是象徵著宮崎俊對於人活在這個世上的一個理解啦 每個人都是帶著惡意活下去的 真正完美的世界並不存在 大舊公創造的這個世界終將面臨毀滅命運 真人和後母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寬心 想辦法為後代為他即將誕生的弟弟留下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樣 呼應標題你想活出怎麼樣的人生 最耐人尋味的一個伏筆 應該就是主角最後帶回來的一塊吉姆了 對前面說創世的吉姆主角偷拿了一塊回來 這究竟象徵什麼有很多很多解釋啊 有人說這可能是暗示年輕一代接下來有著無限的可能性 你們是純潔的一批新力量交由你們去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不過我自己的話啦我看到當下喔 第一個產生的想法是這塊吉姆會不會其實是代表著宮崎駿他的才華呢 他創造世界的能力 為什麼那是因為啊 倉路不是也有說嗎 這塊吉姆大概也沒啥力量了 欸這可不可以解讀欸 這塊吉姆雖然不剩什麼力量沒辦法直接改變世界了有沒有 但他卻給了主角宮崎駿創作世界的力量無限的想像力呢 即便主角不能實質上阻止戰爭改變世界 可是或許他能用自己的藝術天分來打造一步又一步的經典 傳達自己對於和平世界的嚮往來影響後世的孩子們 就宮崎駿很多作品都含有濃濃的和平主義思想這應該不是什麼秘密吧 假如說我們要從倉路與少年是一部宮崎駿自傳性質的作品這個角度來推測啊 那這塊積木的含義是這一個我認為比較前後呼應一點啦 將倉路與少年視作宮崎駿自我的起源故事 太詳細的我就暫且先不講了啦 又是大家喜歡那我可能之後會出一部完整的解析 各位看完之後有什麼感想有沒有你獨自的解讀呢 歡迎留言分享 我是景川一我們下部影片見